人人皆可创业,创业却九死一生 创业会遭遇哪些坑? 真伪需求胡乱烧钱,团队内厚,竞争惨烈,产品糟糕,资本博弈,错失封口,政策风险,创始人放弃或是战略失误 看爱问探访十位出生入死的顶级创客,听顶级投资人指点迷惊,回归常识 爱问,为你而问 我是否合格,是否成功,这是每一个在路上的创业者,每天都会苦思冥想的问题 为了找寻答案,我决定拜访一位17年的创业老兵 创业十多年,身价却缩水十倍,但依旧效对人生 有人说他是一个斗士,与天斗地斗资本斗,人斗 他就是当当网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李国庆 李国庆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本期点评嘉宾,李国庆当当创始人CEO 1964年出生,17年创业经历 上榜不思法则创客理由,创始人之争 1999年创立当当网,历经互联网泡沫 同行竞争,私有化退市等种种坑而不死 你看我上市第一条微博,我的第一条微博写的 以我这个样子,我想说我道德底线这么高 甲方意识这么强,还能取得,就是这么人文关怀 还能使得,取得世俗意义上的商业成功 我他妈挺知足,第一条微博就这么写的 当网上人们好多人不认识,这傻逼是谁啊 所以说你觉得挺成功的 对,我觉得完成了这个过去这十几年的使命 如果没有我,中国的出版业非常的惨淡 如果没有我,买书也难,卖书会更难 我觉得由于当当的这个平台,大平台 我当年做出版的时候,到处磕每个小店的店长 总经理,采购员,希望能进我的货 给我一个堆头,现在有一个,我那时候有当当的平台 我出版比现在做的就好多了 我改变了中国出版业 你改变了中国,对,老刘他改变了哪个行业 马云改变哪个行业,我说马云 你就占中国零售一百分之十一半刷的 你谈什么颠覆人家 你看我占中国出版一百分之三十五 我还没想,没去颠覆人家 我说咱们不要太狂 那李国庆是不是比刘强东和马云更成功 如果论会改变一个行业 我想他们都应该这么认为 1999年11月,当当网正式上线运用 彼时的中国网上书店正经历了一轮爆棚式发展 鼎盛时达到了三百多家之多 1999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 整个互联网经济都在高速发展 热钱急速涌入 几乎沾着互联网三个字的公司 都能迅速拉到风头 但是资本堆积泡沫的结果 让繁荣变成了一片过眼盈烟 一夜之间,互联网寒冬极致 2000年4月,纳斯达克开始暴跌 创业公司也真实感受到了撤股的寒冷 几乎所有人都声称 网络经济泡沫已经彻底破裂 无可救药 这对于刚刚成立的当当网 与李国庆来说 还未出发,似乎已遭遇灭顶之灾 99年,互联网很时髦 全球很时髦,电子商务 结果00年,那99年 我们就搭了豪华团队 搭了豪华团队 来自微软的市场总监 来自intel的,来自贝塔斯曼的技术总监 在弄了豪华团 结果00年,美国就先泡沫破了 说这个互联网是骗局 然后这个反映到中国是01年 00年底 就到01年,一看上市无望了 期权就成废纸了 这些豪华团队 跨过公司的这个梦之队 背心气的走了 也不叫背心气 那人家觉得就看不到前途了 整时多时的走了 整时多时走了 很多创业团队都有这个情况 开始搭了团队 干了两年发现没有很好的前景 那走也是对的 就走了 但是对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当时我跟余就带着中层团队干活吧 中层,就直接从CEO就到 没C没欧了也没副总了 都没了 对对对 就创始人跟一层员工 对我们就当时我跟余我们关门 叫一脚踹经理 我就差去库房打包发货了 商场如战场 谈判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度过资本寒冬后 更要面临新一轮的与资本博弈 从争取股权到发资之幸 再到后来的老虎基金 有人说李国庆在对于资本博弈时 是搞人体炸弹 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是胡闹 发展离不开资本 但对于很多创业企业的创始人来讲 资本同样会迷失他们的双眼 将企业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李国庆这位在创业圈 打拼17年的创业老炮 在于资本的博弈中 又有怎样的不死传奇呢 03年当当的也爬上来 让大家看到有点曙光了 因为当初打仗的时候哪有功夫 现在想我们这个创始人 怎么占那么少股份呀 怎么周公一在360 占这么多呀 于是我们这个创始人翻旧账 但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契约精神嘛 你翻旧账人家投资人不买单的 人家说这个 这不成搞图改了吗 就翻旧账不行 是不是说当初实际上你不懂呢 那后来我们说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打听专业人士 用未来找新投资人 新投资人愿意给你们增加期权 那让他去增加去呗 就这样就能够弥合跟老股东的矛盾 上一个坑是靠坚持走到现在 那跟资本博弈 很多人这坎都没过去 你们怎么过去呢 找专业人士 找了专业人士出了这个招 还专业人还出哪 我说那我这这么能干 离开我这个当当网就得发展速度 就得减一半 我没敢说当当网 我还是大股东嘛 我也希望他好 我说那我就辞职 这是不是正常手段 这是正常手段 这是一招 辞职是管用的 说如果老股东老投资人 舍不得你辞职 答应你条件 有可能 那我就试试 我就发了辞职信 我说我祝愿当当好 但是我重新办一个 我六个月内保证 不从老公当当网挖人 一年的敬业禁止 一年后我重新办一公司 两年就超过当当网 可是很多人 无数的创始人 或者创业团队 都尝试过这一招 可是真的没有被挽留 也没有得到控股的股份 大家就劝我 IDG来说 咱不要搞自杀式袭击 何必另起炉灶 第二 我确实比一般的创业者 幸运这不有余吗 我们的融资能力 还是不错的 赶紧找新投资人 能够理解我们的困境 不就引来了老虎基金吗 老虎基金说 我愿意支持他们团队的想法 他们的占比例太少 我带头拿 你们必须拿 结果 这个几个加在一起 这个第二个坑算是过来了 本期点评嘉宾 朱孝虎 青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 出生于1974年 9年风险投资经历 被称为独角兽捕手 连续命中 滴滴 饿了吗 硬客等明星创业公司 创业者和投资人一直是 我觉得相乘的 没有什么博弈 我觉得如果是创业者和 投资人经营有博弈 这就很难成功 我们投资人一般都是 创业者后面的辅助 我觉得我们 一开始可能坐在副架上 看着帮忙看看路 然后后面就坐到后座上去 再次长大可能就 我们就下车了 所以我们和创业者和投资人经营没有博弈 我觉得如果有博弈 就是跟双输的结果 那这些坑在走的过程中 最不骄傲的 或最可能你都不想去提及的是什么 那有 那就教训 这个因为当当你叫他卖书起家 卖书的好处呢 顾客群 顾客数量巨大 是吧 这个现在也是 每年都3800万买过东西的 那累计都16人了 于是给我们的想象力挺大 觉得书会卖 咱们卖点别的吧 那刚上市的时候 那头脑膨胀 又每季度亏1亿人币 亏了6个季度 干嘛去了呢 使劲卖百货去了 扩充多品类 多品类 这是个坑 就是资本推的 你这个坑在 另外一个企业那儿 却形成了巨大的成功 就是京东的 京东的就是说 成功不成功 我现在仍然替他捏把汗 我年年替他捏把汗 因为大家知道 你跟刘强宗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每季度差不多都要喝一顿酒 我说你还能亏损那么大 你原来说 比如当当百货说 卖160亿 所以没这儿钱 那你那都1600亿还没这儿钱 这是什么逻辑呢 他怎么说 他说我就靠金融挣钱 我说你这越说这圈越大 当年跟我打对手戏的 8848死掉了 你记得就中国互联网 第一批有8848淘宝当当 8848老龙的观点就是 卖书 不挣钱 然后卖百货 漏一点 然后百货如果还没挣钱 怎么办呢 再做其他的服务 用现代的讲话说 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 实际上你每扩大一个半径 又充满了竞争对手 对吗 而且扩大那个品那边 百货就是不如书好做 因为图书你知道 他这个低客单价 低价格带商品 需要网络的聚合 否则占用的物流 房租成本非常昂贵 那百货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那么这个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个坑 那你说你京东人 就不就在扩张品里 那你就必须有相应配套的资源 所以我劝好多创业者 不要学老刘 很少人有像他这个运气 老刘在外体 好像说人没能力 人有能力 有执行力 他作为运气 那一般哪有一个企业 烧掉二十亿三十亿美金 不是拿了三十亿美金 在手里运行这 是赔掉二十三十亿美金的企业 这是一般人 我说一般创业者 没这运气 别想这事了 厚厚的镜片后 眼神平静而具有穿透力 无论是从外表 还是性格上看 李国庆的老婆 于于都属于那种干恋 而负认静的女性 对于外界来说 于于李国庆 一直被誉为创业的模范夫妻 1996年4月 李国庆在美国认识了于于 三个月后两人闪婚 并于1999年 共同回国创办 当当网上书店 伴随着当当网于 2010年的12月8日 登陆纽交所 两人在事业上 达到了一个巅峰 夫妻创业 正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如潘石屹于张兴 吴征于杨岚 王中军和刘晓梅夫妇 然而正如任何一枚硬币 都有正反面 你也会找到夫妻创业的反面教材 比如2006年9月 时任真功夫董事长的 蔡达彪棋子潘敏锋 协议离婚 但彼时真功夫公司 正欲筹化上市 为了引入VC 两人向外界隐瞒了婚变 而在离婚和去家族化 一系列改革中 蔡达彪被指抽逃注册资本 挪用真功夫资金 随后蔡达彪身陷淋雨 而41岁的太太潘敏锋 也有着无尽的悔痛 她说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我宁愿从未这么有钱过 但是雨衣不止一次 在公开场合表示 如果有选择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 和李国卿再一次创业了 对 他反对夫妻创业 现在我们走到哪儿 人家把我们当典范 你看我们两口子 从来不同时接受采访 有时候我们出去休假 扑上来一对人 我肯定要夫妻创业 咨询问题 就是我们俩 其实都反对夫妻创业 你跟你愿意识 走过了什么坑 才会有这样的利益 一个是管理商 彼此很难说服吧 你说按什么程序 我有时候急了 我跟他说 我说这重大问题 咱俩有分歧 拿到董事会 董事会就五个人 你们两口子 让我们怎么表决 我们董事会就不表决 说你们俩 我说那你们不表决 我们俩多痛苦 谁说不了谁 说那你们为了 共同的利益 再痛苦一下 所以彼此没有说 谁是一把手的问题吧 就谁说不了 就决策和执行效率 我觉得更大的还不是 如果说这还可以有点技巧 有一点技巧了 我觉得最大是对生活的损伤 这个事我觉得怎么也平衡不了了 本来给浪漫的突然要理性 我们弄了一堆规则 回到卧室就不谈工作 好 回到卧室不谈 结果气鼓鼓的没说完 又拉着走 咱们去厨房了 又在厨房了 又谈上了 你就是 谈你说谈的回头挺激烈 然后回卧室 又睡一床上就睡得着吗 所以我倒头就睡 我就已经练就这身本事了 倒头就睡 然后半夜 他在翻来翻去看书 到两三点还没睡 又想你工作什么问题 觉得我做的不对 一看我翻身以为我醒了 说李国庆 这件事 你明天白天再提什么 接着翻一身又睡了 我就练出这本事了 估计很多小夫妻 就会创业者都会来找你们 对 你看你们是典范 我就学你们来了 我们企业不仅机业长线 我们还要加配幸福呢 可能吗 那我们怎么还没散呢 对啊 这就是价值观呀 我们是同龄人呀 我64年还65年 我们同龄人 我们那代价值观 小时候都拮据过 把社会给社会创造价值贡献 看的特重要 比个人幸福重要 比财富更重要 所以我们俩这么个价值观 每天看着 包括不管是人家说 互联网泡沫当当泡沫的时候 还是股价跌的时候 我们都算着账中 每天能来六万八新的读者 今年这一年 一千五百万新顾客就完成了 供钱度是五百元还是三百元 我们看着这就是 我们俩是 就是共同的价值观 那是团队的组合了 都不有激情也是对的 有一个基本的常识 就是创业团队里 必须有一个老大 但你和于谁是老大 他也很强 我也很强 我们有时候在 总裁办开会 他就坚决反对 我再次说 也说不服务 我就说 我拍座子 我于你不叫联合总裁 你就是赛夫 你是我的副总 那说的人也不听 所以我们俩在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那么最后实际上是 有的时候他妥协 有的时候我妥协 依旧你们俩还叫联合习总裁 你们俩现在还是这个 对啊 长期是联合总裁 长期联合总裁 对 这很痛苦啊 对 这必定是两个总裁 两个人 我们每年啊 我们俩画一圈 你比如说董事会 什么事拿到董事会去 我们俩有分歧也好 一致也好 哪些是董事会批准 哪些是我的权利 比如前五号人物的 任用于解聘 是我提名 然后于于批准 等等 还是使劲地画了一些圈 你们想要改变 这样的状况吗 如果这是一个坑啊 这是一个不适合 这个结构就是不适合 必须改变 还是我说咱们彻底 因为盘子也够大了 一个人呢抓全面的运营管理 一个人去开拓新业务 新业务弄成投资模式 当当就当LP 用基金模式 然后咱们看谁适合在这儿 谁适合在那儿 那么最后让我儿子 让我儿子 他们同学两个分别诊断了一下 建议还是我去掌管新事业务 我听明白 就是你儿子是非常重要的投票权 对对对 人小孩同样无计嘛 人家说你这么有激情 你就该弄新业务 而且管这个整个当当这个稳定的增长 不像你 可是合理吗 当当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资深的企业 那最后关于两个联合总裁的分工 是由你的儿子决定的 不是决定 人家给一个咨询建议 人家咨询建议 还列了表格那天晚上 他和他的小伙伴 分头跟我们两人交叉谈话完 人家给我们一个结论 那发现李国庆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还是开创 开创型强 创新能力强 消费者洞察 而这是于不足的地方 我认为 李国庆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不够稳定 有时候这个捕捉商机啊 有时候一会儿从东一下 有时候西一下 让底下的团队就疲异奔命 那于总呢 他比较深思熟语 不是说想起来 然后急行军 然后再刹车 他管我叫一脚牛门 一脚刹车 他的最大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过于几 2004年1月 亚马逊负责战略投资的 高级副总裁达克 访问了当时已经是中国网上 第一大书店的当当 提出了1.5亿美金收购 70%到90股份的具体方案 面对诱惑 当时的股东管理团队和投资顾问 经过仔细权衡 提出了欢迎亚马逊做策略投资人 做当当少数股东的应对方案 对此亚马逊方面急当回应说 如果对价格不满意 那么1亿到10亿美金之间都可以谈 但7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要求不变 从2004年3月到7月 双方多次协商不成 8月6日当当对外宣布 终止与亚马逊并购谈判的消息 当时04年这个企业卖1亿美金 5年时间 如果3年时间呢 市值怎么也得翻3倍 我说最次如果把咱没能上市成功 还是亚马逊买 你们信不信 我能把它做大 而卖给他呢 不是我财富 按说我套了线 我可以干别的吗 对吧 而卖给他 我这个企业梦 我想做一个企业图书企业的帝国梦 就破灭了 他做不好 你挂过公司才还会 我说我们这是中文书 你懂吗 人家转身就买了竞争对手卓越 美国人啊 他这帮70后60后跟我们差不多 人公开就这么说的 说你看 你要不卖 我们就去买老二 然后呢 我们有钱 给你打价格战 他在每个国家长驱直入 都用这个方法 果然都拿下了第一 然后说我们给你打价格战 说你们企业不但不好过 还通过中间人转达我们 你们两口的日子都很难 那现在回过头来 这么大的威胁 对啊 结果呢就没卖他 回头看挺好 挺好 对啊 不就04年没卖 然后不就我们就干到这个 这个09年上的市吗 上市不是你说了吗 不都24亿美金了吗 我干嘛15美金卖了 我完全最后董卉鱼鱼很激动 在厨房走来走去 到底卖不卖 新浪当年的CEO汪延带着他老婆 跑我们家来 你们别冒傻气了 我说怎么了 说赶紧卖了 有这英美金干什么不行 我说怎么了 说你看我们新浪 发给我们股 他们那时候刚上市嘛 新浪网易 发给我们说八块钱一股 十六块钱一股 说现在八毛钱一股 记得这事吧 新浪网易五毛钱一股 所以说快点卖了吧 那为什么不听啊 这就是我对图书行业的洞察力 我不是蛮干 我算过这把账 新浪书店会走多远 出版社能走多远 这里到底空间有多大 那图书的想象空间有多大呢 好 好问题 现在看中国市场啊 教材 新浪书店垄断的教材有四百亿 一般书就三百亿 没错 可是当当为什么不想 因为当当出现 一般书三百亿变成六百亿 那请问电视场五年 天然多少 一百六十亿 现在四百亿了 每年百分之行业在五十增长 所以你觉得图书 也会有这样一个 从三百亿的体量到六百亿的体量 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 一定 其实在现在这个 其实大家的阅读 你觉得阅读量是会 double双倍的成长 我们期待这一天 你看咱们 这跟你比你大多了 我们十年前 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 才一百万二百万 现在每年毕业七百万对吗 七倍的增长了 但是图书销量 怎么没七倍增长呢 那么这个阅读习惯 所以对当当 不要老盯着竞争对手 而怎么去 让更多人 去读更多的书 那有人说电子书 对电子书呢 就更好是当当的机会啊 可是你看看 当年雷军把卓越卖了 现在又创了一个小米 说不定你当年把这个当当卖了 现在也做了一个大米呢 完全可能 完全可能 那我最 不以为还是有点一样的吧 盖两栋楼也就 不是 是啊 不是 我一个人啊 能够挑战一个行业成功 就已经很了得了 这是我给我的 那雷军会说 我挑战了好多行业 我比你更成功 没没看见啊 挑战什么行业了 我跟雷军说 你这小米人手机一年不卖一个亿 他就别羊毛出的猪身上了 羊都活不下去了 你还找猪呢 哎 挑战了一个行业 这个城要用历史长河去看 所以比雷军要牛 不 这个 但在出版业 当然我比他牛了 但你说他在哪个行业更牛 我还 这不是我们俩比 是在一个行业 在小米 在中国手机行业 雷军牛呢 还是在中国出版业行业 李国庆牛 你随时打电话问雷军 这不是我们俩比 我们还 不要用苹果比橘子 没有可比性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水平线 作为当当王总裁的李国庆 不管是在线上的微博 还是线下的各种会议中 总会发出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 他也因此 一度被称为 电商界大炮 而这让作为妻子的 于宇颇 颇为烦恼 于宇 曾这样评价他 李国庆就是一个性情中人 比较二的一个人 而李国庆大炮的本色 也在2011年 内自于大魔女的 微博舌战中 暴露无遗 李国庆在新浪微博上 创作了一首摇滚歌词 认为 担当当当网IPO 主承销商的两大投行 上市前故意压低发行价 目的就是从中赚取 更多的承销费用 而一名在新浪微博上自称 供职于摩根士丹利的女士 回应李国庆微博 言辞激励 认为 投行并没有拿一分钱 并针对当当网的盈利和现金流 连发两条微博 提到了 小心做假账会被整到四肢不全 你曾经一度在风口浪尖啊 就是跟一个投行叫什么大魔女 口水战 对对对 你用这词好 有人说我是骂大魔女 是口水战 口水战 你发现了哈 我一个脏字的 我都留着微博无山 全是他们骂我 我没 我跟他们对话 我没骂 没脏字 这也算是创业者 跟这个投行界的一个奇葩事件啊 怎么会矛盾激化到那个程度 如果说再给我一个挑战的一个 就是挑挑战的投行行营 如果再创业 我就挑战投行 我已经挑战完了 我把投行拉下了神坛 从此创业者上美国路眼路眼 因为投行就是路眼前找你交给我们 为了挣这手续费啊 容来的资金 容5个亿美金 我们挣5%的手续费 为了挣手续 你这企业 给你估值10亿没问题 走到半路就说 5亿你上不上 我卖不出去 这就叫投行 投行就用这个办法忽悠我呀 走前说好了 10亿不会低10亿美金 刚他妈到香港印招五书 就写书想少写点 我夸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跟于于和赛夫说 你们俩回来 不印了 不上了 可是2010年这个12月 当当上市之后 我们都没上过市啊 所以这个当当在这个牛交所敲个钟 这什么感觉 上市 还要感谢资本 是个里程碑 就是说你老股东跟了我们八年了 人家得变现呀 你老不上市 没有新的资本 其实私募啊 价格更好 也能让老股东变现 对吧 我们既然当时选择了上市 那还是觉得对出版业也是个交代 对跟着你干的员工 人家拿着这个期权终于可以变富了 所以10年上市 这是一个需要被承认的这个社会富豪 对对对 但是也有问题 现在想不该上市 不该上市 对对 这是个坑吗 对 这是个 对因为私募市场那么好 为什么要上市呢 私募市场给我们的估值会超过公开市场 那时候应该私募去融资 然后呢 这样你企业还有好多秘密 就因为当当网一上市 哎呦 所有的基金都疯了 说中国电商说 呦 你看这两口子 把你10年前拿了这个 总共我们10年来赔了4000万美金 你看 打造于2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然后凑俩基金就拉一团队 你们干不干 干不干电商 我们也给你出5000万美金 就这样玩 然后呢 我们上市以后的一年 中国电商砸进来45亿美金 你说我上市融这个2亿3 2亿3美金 所以就算走了一条弯路呢 还是也看到沿途的风景 我觉得是弯路 现在开始弯路 从2010年当当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后 今年来当当股价一直在6.5美金左右徘徊 总市值5.57亿美金 不足峰值时的两成 这个数字相当于京东的八十分之一 唯品会的二十三分之一 以及巨美优品的五分之一 宇宇和李国庆对当当在美国市场的市值表现不满已久 期望能够私有化退市 经过多方谈判 今年9月21日 这个愿望终于达成 当当网作为国内第一家在美上市B2C企业私有化交割 全部完成 从纽交所退市变成了一家私人控股企业 在退市之后的当当实际控制人士 我们这次的退市 私有化有意思极了 好多风险投资都来了 因为都知道当当被低估了 说了 那说能不能他们来参与 我们这次真正一个MBO 我们俩家团队 我们给银行借的钱 把那外边 把散在股市上的65给收回了 60多给收回了 你应该借债权也不要投资人的这个股权的进入 这不就叫MBO MBO就management buyout 就是真正管理层 我们觉得激发管理层的干劲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这是在资本抗衡资本 对呀 那你资本你比不上阿里和京东 那你就得在团队的这个利益激励上 要超越他们 你的性格是个创业吗 已经创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能说是不是 我是我是个创业 但是我在创业里边 我走的流派不一样 我就是谨慎派 我不信巨亏派 什么建立一件事说好巨亏去 什么滴滴啊优步 我根本不信 一个破零售业 没什么顾客忠诚度 今天烧钱拢来的顾客 明天你别人贵他们一毛花的去那家了 没什么忠诚度 这就是理念 我不信 但是我也说服不了投资人 你算是越挫越勇的这个创业人吗 是 我是 因为我这就是性格 这就是性格 我跟于哲二相反 有的人吧 多数大概愣分就两个节目 一个是悲剧性格 悲观性格 一个是乐观性格 我是越挫越勇的 本期点评嘉宾 汪朝勇 姓中立国际控股董事长 1965年出生 18年投资经历 投资了近70多家公司 其中包括北大青鸟 百度 瑞兴 华谊兄弟等成功企业 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乐观 其实投资人一样 风投的人就是要乐观 做风投的人跟二级市场的 和这个做孤收的 投资人是不一样的 做孤立收益的人 永远看风险 做人员长的愿望看流动性 风头的人 是看长远 然后要乐观 对于我们来讲 没有所谓的过不去的坎儿 没有所谓的寒冬 因为冬天背后 永远是春天 在我们的心目中 永远去寻找春天里面的 青苗 最后让它 能够成长到秋天的时候收获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创业者的 和投资人的一种 共同的心态乐观 我觉得创业呢 就是要打造企业 变成有一天 经过三年五年八年 变成企业帝国 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个一定要注意两个现象 第一个 一定是自己在细分领域 成为No.1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而现在我看到很多创业者呢 被投资人驱动 或者被马云雷军的教育 都想变成平台 跨界 成为巨无霸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因为一个 这需要巨大的资本 那就不是创业了 所以我觉得 在细分领域巨无霸 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那么当当也是一直这么奉行的 走过弯路 我们用一年时间揪篇了 第二个呢 我觉得烧钱 怎么看待烧钱有戏 对于创业者 多数的创业者 没有滴滴 没有雷军 没有刘强龙的运气 马云不是靠运气 他是靠傻干苦干 所以我觉得 不要做这个烧钱游戏 真正创造顾客价值 那么应对这个烧钱游戏 如果宁盆避避风港 避避风口 也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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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